在綠合彩麵世之前 星斗市民一直是靠買馬錶 夢想冬仔鋸大樹智庫 1999年馬會推出千禧馬錶 吸引力不減當年 第一日開售的馬錶 以一套20張形式發售 市民要逐張散買 就要等到下個星期 除了賽馬會投注站外 市民還可以去到便利店和銀行買馬錶 對於有市民要求 不要賣給18歲以下的青少年 馬會行定總裁黃志剛就說 執行上有困難 今次這個是一種獎券的做法 還有馬錶就因為有懷舊的性質 而18歲以下的年輕人 要想要或者勸他們 經過他們的父母幫他們買 他們可以當作收集 馬會絕對沒有說要助搶這個青少年 因為這個不是賭博 來買馬錶的市民 大部分都說買來收藏 沒有什麼期望會種 純粹做個紀念 收藏多了 送獎當然希望 要增加收藏價值 就不少得騎士的簽名 天氣磁善馬錶 在半個月之內籌到超過5000萬元善款 而頭獎的幸運兒 更是獨得價值2000萬元的黃金 發了一筆橫財